过去的2017年对于吴欣可是不同反响的一年 这一年里他算是扬眉吐气了 现在的吴欣给大家的感觉不再是快乐大本营里面的那个 呆头呆脑的小姑娘了 而是一个能独自撑其场面的大姐姐 昨天吴欣在微博晒出了自己穿婚纱的照片 引起粉丝一阵不动 大家还以为这是无鬼熊CP放大招的信号 其实这是吴欣给新娘Christ杂志拍的封面映照 吴欣的这套照片 碧海蓝天加上一套雪白的婚纱 真的是没得冒泡啊 就在粉丝们感叹说还以为是和潘伟柏公布好事而了时 潘伟柏这边却又放了一颗大炸弹 在吴欣发博后的两个小时 潘伟柏也犯微博 而且直接发了一张喜帖 这一下可把粉丝高兴坏了 可是还没来得及笑出声呢 点开骨片 估计很多占无尾熊CP的人笑容都僵住了 这个喜帖原来是潘伟柏用来庆祝 自己的潮牌店开业 让粉丝虚惊一场 两人在两小时的间隔中 一个人发了婚纱照 一个人发了喜帖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两人的无尾熊CP 毕竟这两个人经常撒糖 舔死个人啊 希望他们早日修成正果